电影《蓝莓之夜》中的一段话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 看陌生的风景 听陌生的歌 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你会发现 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 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错的人尽早放下吧 爱不到的人就别等了 别把尊严弄丢后又到处哭泣 找个愿意陪你虚度光阴的一起老去 山河固人里有句十分经典的话语 过去现在未来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是啊 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也会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记得张学友的邱一龙吗 只因人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我们终究会失去 会忘记 会是人 也将重新开始 时间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 它只会冲淡能够冲淡的 也会洗尽千华帮你留下该留下的 生命无常 岁月流逝 聚散离合 相遇一场 没必要对物诗人非耿耿于怀 也没必要分开了 就对与相像诽谤重伤 只要各自安好便足以 某天 你无端想起一个人 他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许 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 有一个人 他会在往后的岁月中 给你更长久的幸福 虽然他不曾来过你的青春 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愿所有的期望都如今而至 愿你想要的都拥有 得不到的都释怀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无畏将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